naarje 嚏嚏 嚏嚏 哇靠 啊 我的山芽嫁犧牲啊 好,我已经从沃尔玛回来了 你看我的三小架已经被我大卸八块 然后我从沃尔玛买了一个最大的班子 不过我还买了一块这个布 就是我这个不是被胶皮 不是被领断了两个吗 这个三小架是山宫馆嘛 然后锁死了两根 我已经领开了一根了 我这个已经领了一周了差不多 然后胶皮已经断了两根 不过那根已经领开了 还有一根这个最后一间 它始终领不开 买了个胶皮这个黄滑的 最后尝试一下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用这个扳手吧 扳手如果都不行的话 那就只有把这个三小架寄到 结晶公司去维修了 吃哪个劲都死了 我这几天手都比我领得非常疼 算了算了不行 还是用扳手吧 我用扳手之前呢 我觉得把这个给它便宜上 因为万一给它领破了怎么办 这个我刚买了 我家里没有这么大的扳手 我去 我去这扳手居然不够大 上不进去我去 这个只有去沃尔玛退了 那怎么办 算了吧 我因为这几天搞这个三小架 我都已经搞得 焦头烂额了 我手已经领得非常疼了 再死一 算了 所以这就是没有及时清理清洗三咬架的坏处 我这个结晶是3533的 而且是一个新款的型号 用了一年多两年吧 应该还不到两年吧 应该也就是 两年时间就需要维修了 而且这个胶皮已经破了两根 需要更换不知道多少钱 唉 所以这个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得 特别是在水里边啊 因为我这个三小架是怎么拧开呢 可能是我之前啊 其实我清洗三小架还是比较勤的 每次去最多两次去就清洗 但是呢我 因为我们这里嘛 也不是非常冷 所以我一般很少上这个油啊 这些一般清洗了就直接 拧回去了 就直接装回去了 上次我去 就是给大家拍那个水的视频 那个瀑布的视频 就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我拍完过后回来啊 这个三小架就锁死了两根 就始终拧不开 后来拧开了一根 然后这一根确实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清洗三脚架啊 然后呢今天呢 我来给 天上有个小飞机飞过去啊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正确的清洗三脚架 我会详细的给大家讲 这个三脚架因为我已经拆下来了嘛 就不用拆了 然后 一般呢我们这样给它拆下来一截一截的嘛 大家就是清洗这种三脚架的时候啊 呃 特别是你每次拍到海啊 拍到水啊 就是最好是及时清洗 呃 但是呢我不太建议就是在 比如说酒店里边 你外出去拍一手旅游啊 酒店里面去清洗 就完全给它拆下来啊 因为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小零件啊 有万一说 不见了一个 或者说你因为在酒店里也不好清洗 这个就 不是很好了 其实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啊 专门讲解 怎么清洗三脚架 但是那个视频呢可能讲的不够详细啊 其实重点还是我上次那个视频说的 就是大家 不管什么型号的三脚架吧 因为这个三脚架的型号也比较多啊 我这个三脚架是捷信的 这个3533啊 嗯 型号比较多吧 你怎么拆下来 大家 就在拆之前啊 你一定要仔细的记住 你怎么拆下来的 怎么这个零件是怎么装的 一定要记住 你别 稀噜噜噜 一下就拆下来 然后 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这个是我们清洗三脚架的大技啊 好接下来呢 因为我已经拆解完毕了 这个三脚架 除了这一根 这根确实我已经拧不开了 没办法了 如果同学们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 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 教教我 如何把我这个三脚架救回来 因为我这个三脚架买了 应该是差不多一千 接近一千美金吧 人民币的话也是七千块钱左右了 六千多七千了 所以只用了一点多 还是蛮可惜的吧 好 然后我们先把这剩下的给它拆下来 一般的这样拆下来 就泡在水里边就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啊 给它在水里边泡一下 这边呢 可以用这个牙刷 给它刷一下啊 但是呢 这上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啊 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油这些嘛 你是洗不干净的 所以你要仔细给它刷一下 其实像这种 因为我这个三脚架里边啊 因为我之前说刚才说过 一般我很少打油 所以你如果有油的话 就用一下洗涤剂啊 或者说牙膏这些都可以 不要刷干净 爱着 这个清洗三脚架就是这样 很繁琐 很繁 每次特别是拍到海 都要清洗 好 我们先给它泡一下 好 刚才已经把三脚架 我泡了大概十分钟了 大家要记住啊 你三脚架可以用水洗 但是云台一定不能用水洗啊 一定要拆下来啊 好 好 然后接着呢就是你需要给它 给它晾干 好这个三脚架 或者说你用一些纸吧 插 挨着擦拭一遍 这个三脚架也是我们拍摄 特别是风光啊 户外的奇才必备的 所以珍惜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看 你看这个里边刹其实还是蛮多的 可以用这个牙刷 这个人家刷一下 把这些刹这个刷下来 因为我之前呢 其实就是刚才我说过 清洗三脚架其实蛮多的 频率也蛮高的 但是就是我清洗完过后了 很少上这个润滑油 所以这个 我估计可能是这样啊 就拧不开了 真的是烦死了 没办法但是 其实这是我用三脚架第二个 出现过问题的 还有一个三脚架出现问题 是一个一千多块钱的一个三脚架 这个捷信的 这个这个是我捷信的第二根捷信三脚架 之前那个没有出问题 之前那个也是用了五年了吧 然后用了五年之后我再换掉 换了这一根 这根用了两年吧 接近两年 好然后我们清洗完三脚架呢 就需要给它还原 呃 然后但是在还原的过程中呢 就像这样 我建议大家啊 你可以买这个 润滑油 但是其实润滑油也不贵啊 或者说你就直接买一个像这个 呃 有点像 就是你看它 里边啊 是那种油膏那种保养品 这个是我们 呃 富富的一个保养品啊 但是也可以当做润滑油来用 这个 呃 国内没有卖的 这个国内应该也有 叫 凡士林 凡士林啊 凡士林就是也是跟这个差不多吧 呃 可能没这么好 但这种的话就是全是那种 呃 油脂提炼出来的那种 就非常好 然后用这个润滑油 给它 上一点润滑油 这上面是最好的 你看看这种 就这些地方给它 除抹一下 就一点点就够了 你 这么大一个的话 你用好几年 感觉都用不完的样子 然后呢 用这个纸啊这些可以 等这 给它润滑一下这些地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刚才这个 对 这样 给它上回去就ok了 这个没固定好 其实 我用节性脚架用了好几年了 我都想尝试一下其他脚架 好 这样的话就先还原一根了 好 我们接着来还原第二根了 好 我们接着来还原第二根了 好这样的话一根三脚架就算是完成了 好的 最后呢 你把这个脚钉给它装装进去就ok了 好 就这样就ok了 哎呀 其实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视频呢 我心情也是非常糟糕的 我们三脚架 废了 主要是包括一些 其实这个维修呢 可能 二个 200美金 就应该因为美国这边维修这些挺贵的 一百多美金马克了 就能搞定 但是主要是 你说这个金钱损失是其次的 最重要的就是 耽误了很多时间 因为我缺少了一根三脚架 当然我还有 其实我三脚架挺多的 我跟大家说 我有四根三脚架 我这个是一个主力三脚架之一 我有两根主力三脚架 这个是其中一根 缺少了一根就很多事情啊 就很麻烦 所以大家一定要勤洗三脚架 而且洗了过后 像我的这次教训吧 就是 我之前呢 就是没有经常啊 因为我认为我们这边也不是非常冷 大概冬天也就是五六度 没有到结冰的样子一般来说 所以我很少上这个日花油 所以就导致这个 领不开了 好 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个 比较悲催的视频吧 清洗三脚架 首先呢 清洗三脚架 就是全部给它领下来 但是呢 重点 再强调一边啊 因为这个市面上 三脚架型号非常多 结构也撑插不起 我没办法给大家做 就是各种各样的三脚架的结构 给大家展示 反正你怎么 一般来说 你这样领下来是吧 比如说这样 领下来 你看嘛 这个就非常容易掉结性 这个 好你给它领下来 你一定要 记住 它是怎么装的 你才好给它还圆 不然的话 你就还不了圆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呢 建议大家不要在一个 怎么说呢 相对陌生的环境嘛 而且那种 太阔环境 就是你在野外 特别是 你拍拍 你说你找到一个 清洗三脚架 海水的地方 或者说河流的地方 你去给它拆到大下八块 像这样 这样的话 你很容易这些里面的零件 就不见了一个 虽然说零件这样可以补回来 但是 会耽误当时的拍摄 好的 我们拆了过后呢 就拿到水里去 有条件的话 拿到水里去泡一下 泡一下来呢 就可以用这个 牙刷把这些 小的这些里边的 沙粒 这里边有非常多的沙粒 里边小杠啊 特别是有油的情况下 这沙粒它会粘在油上 你用牙刷去刷的话 你也是刷不干净的 就要用到 比如说可以用牙膏啊 或者说清洁剂啊 把这些沙粒干掉 好 然后呢 清洗完毕了 就是一个晾干的过程 你可以让它自然晾干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太阳非常大的话 大概二十分钟就全部干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这些纸巾啊 干净的毛巾啊 可以给它擦干 然后呢 就给它还原就OK了 这个就是一个清洗山脚架的 一个全部流程 总的来说就是要清洗三脚架 特别是你在海边啊 这些有海的地方拍过 一定要回到家 及时清洗 不然的话 像这样都悲催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我还要去 沃尔巴退这个扳手 这个扳手花了我 可能是11块钱还是12块钱 哎 郁闷 这个山脚架就 可能寄过去维修的话 大概要一个月才能寄回来了 好 今天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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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